到下午接近三點 身穿黑衣的男子汽車 來到富人住家 踢著大批工具前來施工 中途外出買完東西回來 海漢管理員有說有笑 看起來沒有異狀 直到晚間九點多翻 後匆忙離去 而他就是狠心強盜殺人的 狂信水電工 由於警方掌握關鍵影像 發現他是最後離開富人住家的人 第一時間就把他列為頭號嫌犯 14號傍晚 被警方帶回 他還矢口否認 直到15號一早 侦查隊長黃水院親自訊問 問他說裝個監視器 要裝6個小時這麼久嗎 水電工解釋 說是富人請他喝酒 喝咖啡才會耗時較長 隊長反問 那你喝了幾杯咖啡 嫌犯說4杯 此時黃水院大喊 你說謊 並且出示現場咖啡渣的照片 犯問才3天 難道咖啡渣就會發霉結塊嗎 賀赤說是不是你殺的 此時嫌犯才小聲說 對是我做的 耗時17個小時 終於突破新房 我們也有提示說 切割保險櫃的一個鐵屑 都有噴漸出來 我們都有在他的 唯物記證裡面 都有採集到 那他認為這個 也沒有辦法再狡辯 不只和嫌犯鬥志 警方也積極補強證據 14號下午就到水電工家搜索 在床底下找出 6萬7千元現鈔 還插扣當天穿的衣服 更在廚房發現兇刀 也到三床的工地 扣到了切割保險箱的砂輪機 經過DNA比對無誤後成為犯案鐵證 但為何要殺了老婦人 原來全是為了錢 據我們了解 這個黃姓犯賢 他有這個信用貸款的部分 他需要去繳納 空有一技之長 卻趁機橫砍富人 十刀奪命 原本以為天衣無縫 卻碰上神探 以咖啡渣突破新房 也讓冷血凶手 陷出原形 記者 台北報導